50岁以上的人如何认识AI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应用AI 人工智能是一项新兴技术 它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50岁以上的人可以通过学习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 了解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和如何介入其中的应用点 IBM公司提供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详细介绍 其中包括了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子领域1 此外,知乎上也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 可以帮助您更好的了解人工智能23 机器学习是一种人工智能的子集 它采用可让机器凭借经验在任务中做出改善的技术 例如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子集 它基于人工神经网络 学习过程之所以是深度性的 是因为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构有多个输入 输出和隐藏层构成 每个层包含的单元可将输入数据转换为信息 供下一层用于特定的预测任务 得益于这种结构 机器可以通过自身的数据处理进行学习 人工智能AI在50岁以上的族群中有许多应用 以下是一些例子 一健康监测 AI可以帮助监测健康状况 比如通过智能手表或其他设备来监测心率 血压血糖水平等 这些设备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并及时采取行动 二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技术可以帮助老年人更轻松地生活 比如智能灯可以自动打开和关闭 智能锁可以自动解锁 智能家电可以通过语音控制等 三 社交媒体 AI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 比如 社交媒体平台可以使用AI来推荐新的朋友或与之共享兴趣的人 四 交通出行 AI可以帮助老年人更轻松地出行 比如 自动驾驶汽车可以让老年人更轻松地到达目的地 而无需担心驾驶问题 五 购物 AI可以帮助老年人更轻松地购物 比如 智能购物应用程序可以根据老年人的购物历史和偏好推荐商品 这些只是一些例子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未来还将有更多的应用程序出现 我可以再为您提供一些有关银发族的人工智能AI应用的信息 随着人口老龄化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生活 以下是一些适用于银发族的人工智能应用 一 健康监测 AI可以帮助银发族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 例如智能手表和智能手环可以监测心率 血压和睡眠质量等健康指标 并提供个性化建议 二 安全监控 AI可以帮助银发族保持安全 例如 智能门锁和摄像头可以提供安全监控 并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向用户发送警报 三 社交互动 AI可以帮助银发族保持社交互动 例如 智能音箱和视频聊天应用程序可以让他们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 四 智能家居 AI可以帮助银发族更轻松地管理家庭 例如 智能灯泡 智能窗帘和智能温度控制器可以通过语音命令或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控制 五 个性化推荐 AI可以根据银发族的兴趣和喜好提供个性化推荐 例如 音乐流媒体服务和电影推荐引擎可以根据用户的历史记录和评级推荐内容 希望这些信息对您有所帮助 来源 与并的交谈 2023年4月24日 一 银发族深度解读 八个洞察走进银发市场与数字生活 互联网是老话树英 HTTPS 3w.digitlrng.com rticlex-768914.html 已存取2023年4月24日 2 AI for 50 Years Old OZH 针对50岁以上的银发族的族群 提供比较容易理解的AI人工智能和HTTPS 3w.youtube.com 银ₓx-w Jazz hO.bounceや 0.bounce je存取2023年4月24日本 一帮智库 X天包丶家电发布 2023 银发人群消费趋势洞查报告 本AI系列主要创建者简介 林大卫博士 莫师毕业于建国中学 台湾大学 1991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 于1994年定居在美国 拥有经济学和神学专业三个硕士和两个博士学位 二十多年来 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南加州地区教会中不是 包括贝克斯菲尔德地区的教会 尔湾地区的教会 曾在洛杉矶最大的韩语教会 耶稣基督荣耀教会 Glory Church of Jesus Christ中担任唯一的华人牧师 三分之一在水流直视站为HTML第一代网宣和传媒工作 走访过上千处北美教会和基督徒机构 三分之一的时间转入神学教育领域 在全球顶尖神学院正道福音神学院 创新神学院等服饰神学教育工作 主要集中在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 并受邀通过俄罗斯 欧洲 美洲 亚洲和各国的许多地方教会服务 对圣经诠释和神学牧养有系统性深入而全面独到的见解 明博士创办并全力协助文修基金会的各项活动 积极连接盼望之家和实物银行等慈善机构 并且应用人工智能 区块链 大数据等技术来共同推进社会进步和全人类心灵成长 回美之后 2023年正式地接任了MediumMeta CTVLV的Office Manager一职 三月份正式开启KOGCTV的工作 3除以14-15刚刚在我们Las Vegas的26.5电视台频道 举办了一场历时27个小时的全球教会弟兄姊妹KOGG12Conference的直播节目 欢迎各界联系 Official website https冒号斜杠杠杠KOG.OAE斜杠 请不吝点赞 订阅